於雖然其捨亡哉 我雖然離開了齊國了 可是我的心裡還是希望齊宣王能夠成就的 我並不是捨棄他 拋棄他 我唾棄他都沒有 很多小人一離開了 然後不得見用就開始唾棄齊宣王 你看那個扶不起的阿鬥 他是如何如何的不好 他是如何的有眼無珠 連我這樣的人都看不出來 但是孟子沒這樣 他說雖然是這樣 可是我心心念念我覺得他很好 我覺得他只要一線之隔而已 他腦袋一轉 其實天下國家就有救了 王游族用為善 這個齊宣王是值得輔佐的 王如用於 則企圖其名安 天下之名舉安 齊宣王當時如果用我 不只是齊國的百姓 把齊國給平安了 把齊國給安定了 天下的百姓都要因為這個齊王 成王之後 而天下之名舉安 全天下都可以得到平安 不會在到處都有燒殺魯獵的國家產生 他說我就是要輔佐齊宣王成王到的 如果他肯用我 不只是齊國安而已 天下都要安 各位講這個話 你會說口氣也好大 我告訴你這沒什麼口氣大的 一個學聖賢學問就是學治國 學治國有成的人就是胸有成竹 因為治國怎麼治才能夠踏上平安的道路 既可安定又可長遠 這些聖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有大學問就有大氣魄 說老實話而已 這不是什麼空口說白話 也不是什麼誇大之語 都不是 王樹姬改之 于日望之 他說齊宣王希望他 或者忽然想到 想法一改就改了 希望他趕快改 于日望之 我隨時準備 盼望著 他能夠改過 而後呢 我再回來幫他 于起視若小丈夫攔摘 鑑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 性性難陷於其面 去則穷日之利而後 疏灾 他說我呢 跟那個氣量小小的小丈夫 不一樣啊 我岂是像那些氣量小小的小丈夫 怎麼樣氣量小小的小丈夫呢 像這樣的 鑑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 跟他的國經 爭見 說怎麼治國道理 但是呢 卻不采用 然後呢 就非常的生氣 性性難陷於其面 性性難就很憤怒不屑的樣子 然後那個臉色呢 不高興的臉色呢 就已經浮在臉上了 去則穷日之利而後素栽 然後呢 說要離開齊國 然後就快馬加偏 跑一整天 非得要離開齊國之後 才肯住下來 有沒有 那個心意好像是說 跟齊國為敵了啦 心胸寬厚的人不是這樣 永遠都認為 這些子民是可以教育的小孩子 就像父母要離開小孩一樣 不得已嘛 小孩子不要我嘛 那我不得已要離開 可是呢 離開的時候 還是一直往後看 看看那個小孩子 是不是又想起父母了 然後呢 會回來追他呀 那看到真的不行了 他一判 二判再判 沒有來追 所以哎呀 叹了一口氣 浩然而歸啊 就歸到了這個周國去了 可是呢 一回去呢 他還是心心念念 還是想著這個體仙王 還是心系著天下眾生 所以他現在這一段的解釋 是要告訴你說 這個隐士不是說 他拖泥帶水嗎 對不對 隐士之所以不去 孟子拖泥帶水是說 孟子拖泥帶水是希望求什麼 求奉路而已啦 求官位 那孟子先也跟你解釋說 他之所以拖泥帶水是為什麼 那像父母在期盼小孩的心 希望他給我一個機會 我可以為你王天下 把天下送給你 讓天下之名舉安 這個就是聖賢的信仰 這段當時我第一次在看的時候 我記得我前前後後連續 看了好幾遍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心量就像那個隱士一般 然後看到人家意有不合你意的呢 然後你就有很銳利的眼神不屑的口吻 把別人都批得一無四處 可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說 有心量如此薄厚寬大的人者 不論在任何的處境之下 對於天下國家依然是那麼樣的心懷 我連續看了好幾遍 為什麼要讀這些經典 就是要體會聖賢的用心 古聖先賢就講心法 成聖神賢有什麼心法 就是時時護持著天下眾生的這個存心 成人成己的心 這個才是我們要學習的 當你學佛法學到空境之後 你的內心還剩什麼 就剩這個成人成己的心 不是連這個都沒了 古聖先賢都是法天則地 天地的德啊 對於天下的昌生啊 是何其的仁厚啊 博大啊 就是學這個而已 這就是所謂的空性 所謂的自成 尹氏文之曰 四成小人也啊 這個尹氏呢 他也是個正人君子 他聽孟子轉述給高子的話 然後他又聽在耳朵裡 他細細在心裡品味了一番 他說哎 原來聖賢心量跟我們不一樣的 我真是個小人啊 我們聽尹氏這樣講 我們就知道說尹氏是一個 很能這個 知過人改的一個君子風范的人啊 就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 而孟子呢 又是尹氏呢 所應該要學習的 好這一段呢 我們就看著一個聖賢 周遊列國 希望為天下眾生服務 雖然不得見用 然後他是怎麼離開 那麼樣的 呃慈悲的 溫和的 誠懇的離開 心心念念還是為天下眾生好 也是為齊國 為齊王好 沒有像我們這種小人哦 我們離開的時候 肯定是破口大罵啦 你信不信 然後呢出了齊國的邊境回過頭說 我再也不回來 好 這是狹隘的我們啊 跟聖賢是不同的 好看下一段 孟子去騎 聖賢 路問曰 夫子若有不遇是然 孟子呢 離開了齊國啦 要回到周國去啦 他的弟子聖賢呀 在龜鄉的路上就問 孟子說啊 夫子若有不遇是然啊 遇就是愉悅啊 他說夫子您啊 似乎有不快樂的樣子 前日 於文竹夫子曰啊 君子不怨天不由人 過去我求學於孟子啊 夫子您曾經跟我說過啊 說君子不怨天不由人 一個君子呢 不論處境是好還是不好 即使是很不好 不會怨天也不會恨人 那個由啊 推過給人叫做由人 那你不高興什麼呢 你不是告訴我說 作為一個君子啊 心胸晃得寬寬闊闊的 永遠不去指責人的 不去怪人的 可是我看你今天臉上 不快樂的神社啊 曰 彼一時啊 此一時也啊 孟子說 我今天為什麼不快樂 而那時候為什麼要告訴你說 人應該要放寬闊 這實不同啊 這是一種實 那是一種實 我以前告訴你的是說 人家怎麼樣欺負你 個人的得失 你不需要放在心上 現在不是 現在這個實是什麼 是天下蒼生 眼看就可以救了 眼看可以憑天下 有這個契機 而竟然失之交臂 太可惜了 他說他的臉上的 不愉悅的神社 是因為憂傷的這件事情啊 兩種情況是不一樣的 這不是辯解 是告訴各位說 有關天下蒼生的事 就算是聖賢 也會獻出憂傷關心的神社 並非如你們所想的 心中無物的時候呢 什麼憂傷都沒了 什麼快樂也沒了 不是這樣 聖賢所謂的空 不是空到你 連一點憂傷都沒 看著天下蒼生 在受苦 你一點點徹飲之心也沒 一點想辦法的那個心念行為都沒有 然後呢 讓天下自己去動盪 自己去毀壞 那個跟禽獸豬狗不如啦 那還當什麼聖賢嘛 對吧 到底把我的內心洗淨 污垢都洗淨之後 聖賢還希望我們存下什麼 那就是佛家的慈悲 中庸所謂的自成 成人成己的心啊 所以才說 比一時此一時 那時候是那個情況 這時候是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就要哀傷 那個時候就要告訴你看看 搞清楚沒 各位 學問呢 就是一個常道跟一個全變 各位你要記得這個事情 我一直在強調這個 不曉得你記住了沒 常道就是正常情況下 我們應該是什麼樣的處事原則 正常情況下 只關係我一個人小我的得失的情況下 這個常道應該怎麼做 就是應該要心量寬和啊 原諒別人啊 但是攸關天下的利益的時候 沒有原諒一個人而認天下的利益 讓他去摧毀的 不可能有這個事情的 所以這是一個實那是一個實 有時候是常道的實 有時候是全變的實 是不同的 好 我們學生前學問就是學這個彈性 你要看出這個實的不同 作為就會不同 心境就會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心 其間必有明示者 孟子說啦 說我為什麼要不快樂 我告訴你我沒有什麼好不快樂 我告訴你原因 從縱觀歷史 每隔五百年左右 就有一個能夠興盛王道的人 的一個聖者會出現 成王道 不是成霸道而已啊 縱觀歷史 每五百年出一個聖君就對了 其間必有明示者 而這五百年的中間啊 每隔個一百年五十年八十年的 就會有一個明示的人出現 明示的人是什麼 就是賢人啊 就是賜於聖人的人 而能夠呢 把他的這個正道宣揚在世間 叫做明示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以啊 從周朝的代王下來 就是文王的爺爺那一代下來 七百有餘歲已經七百多年 七百多年的意思是說超過五百年 早就超過該出一個聖王的時候了 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死討之則可以 所以如果我們以過去的歷史來看 老天爺每次總是五百年左右 就派一個聖君下凡 然後聖君下凡 一定有聖賢輔佐他嘛 從五百年這個數來說 現在七百多年了 已經超過了 另外呢 從時機來說現在這是亂到可以啦 剛常倫理最為敗壞的時候 而百姓最需要有聖君出現的時候 現在只要有一個人 還稍微像個樣 所有的人都會引頸生犯 全部靠過來啊 那個人就可以成王 所以時機來說 現在正可以成王到 福天下為欲平治 福天為欲平治天下也啊 說啊 想一想實在是老天 希望我們眾生多吃一點苦 在這裡願多做一點功課 還沒有想要讓天下現在就趕快平治 你會說啊 老天怎麼那麼殘忍 老天一點也不殘忍 為什麼呢 因為世界上不可以沒有災難 不可以沒有動亂 天下如果都沒有災難沒有考驗 沒有人跟你死對頭跟你敵對 人們將不知什麼是德性 什麼是該做跟不該做 你看現在 我們現在的下一代都要做什麼 天天在網咖網吧 三更半夜還不回家 回去呢 iPad拿出來有沒有 iPhone拿出來 手上撥來撥去 待會電視打開 都是片子都是影片 買的呢 都是汽水 披薩有沒有 放了滿桌吃不完的呢 吃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丟垃圾桶 你們發現都是這些事情啊 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好 然後現在的五歲小孩也有糖尿病的 三十歲有中風兒死的 所以世上不能沒有危機意識 老天爺不可能讓你一直平治天下 天下不可能無難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事 舍我其誰 說老天如果想要讓天下平治 那麼縱觀現在所有世上的英雄豪杰 舍我其誰也 說你們是我弟子啊 你們應該了解我是誰啊 我跟你們講的學問 你應該知道這個學問的深度到哪裡啊 你應該知道我的學問貫穿古今的呀 是所有聖賢賣賣相承的學問 就這個啊 各位我為什麼這樣說 前面的文章各位已經都讀過了 孟子講不動心 孟子講心氣說 講無善養無浩然之氣 其實呢 他就是唯經唯一 允職絕衷的心法 加上窮力盡性以至於命 那個命 法身都解決了 他是這樣的一個學問的人啊 然後又有人道又有人意 又通達古今的出世入世知識之道 他不治國誰來自啊 無何為不遇災 我哪裡需要不快樂呢 你說我不快樂是因為沒賺錢嗎 不是啊 其王要給我十萬鐘 我不要後來說要給我一萬鐘 給我徒弟 我連這個給我徒弟的 我都拒絕了不是嗎 你說他不給我官位嗎 也不是啊 他要給我客親 有沒有當他的師父啊 我也不要 我要的只是什麼 辛苦的去執政 讓百姓可以聽天下 幫百姓度過危機 就是全天下最好的事 已經都在我身上 最好的學問在我身上 出世入世知識法在我身上 能不動心能養浩然之氣在我身上 我得天獨厚 我有什麼好不快樂 我也不要錢是我自己推掉 我有什麼好不快樂 他也叫我在齊國在那邊當成 我也不要 是我自己離開的 我有什麼好不快樂 孟子這麼多話是要告訴我們說 他不快樂是不快樂什麼 是憂天下之憂而憂而已啊 而不是為了一個人啊 這個就是聖賢的信仰 我們從這一段各位也可以了解 聖賢不是不能生氣 不是不能憂傷 不是不能獻出不悅的容貌 不要以為從頭到尾你的眼神都不動 情緒都不動 就以為自己很高竿 那是兩回事啊 不要把自己練成一個沒有氣血的人啊 無血無淚 這種修煉有什麼好處 古聖賢賢不是這樣 自情自性的 是人倫之志啊 才當聖賢的 下一段 孟子去齊 孟子真的離開齊國了 居修 修這個已經是魯國的一個憲明了 已經完全跟齊國無關了 那時候心已經完全放下了 好啦 就算這個好不容易來到積原 真的沒辦法斷了啦 公孫手問曰 似而不受入 古之道乎啊 公孫手就很有疑問的啦 問孟子說 人家要給你官位幹喔 你不幹喔 給你錢你都不要喔 他說似而不受入 似就是當官 給你一個位置 然後你不受那個十萬宗的奉路 古之道乎啊 這是古時候的聖賢都這樣嘛 古禮嗎 他是故意問 哪裡不知道說 當官當然有奉路啊 他其實是怪孟子說 在齊國當課卿 不受齊王的訣入啦 曰非也啊 孟子說不是的 當官當然要有奉路 那孟子也知道他在講什麼啊 他說你是指我嗎 我來說說我給你聽吧 為什麼我不要奉路 於從無得賤王退而有去之 說在從這個地方 齊的一個憲民 在從憲的地方 我呢 跟齊王有幸又碰面了 碰面之後呢 退下來 我便有了一個 要離開的心意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 齊王不願意用我 齊王也不接受這個賤言 不欲變 齊王沒有推行善政的心 那我呢知道他沒有這個志向 我呢也準備要走 我的心意也不想變 齊王的心意也不想變 故不受也 那我既然不當人家的臣 只是暫時在這兒 那我不能夠拿人家的錢 無功不受入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不接受他的奉路 既而有失命不可以請 接下來呢 有失命 齊國有了戰士 有了戰士 我沒有辦法當下去跟他請辭 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古禮喔 古禮就是說 如果你是這個國家的臣 這個國家現在有戰士 基於禍府與共的心態之下 即使你有再重要的事 當時國家有爛 這些臣是不可以去跟國軍辭行說 我要去哪裡 我有一個什麼私人的私事 是沒這回事情的 這是古禮喔 但是當時的孟子是克青 克青不是齊國的人 但是也是被奉為青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當時沒辦法請辭 這是古禮 就是說 我雖然來到你的國家 我也沒特別的事情 你這裡有難 我這個時候走 就好像不仁不義一樣 好像都不幫你一樣 所以有失命的時候 沒有辦法請辭 久於齊非我自也 所以在齊國 我自留這麼久的期間 不是齊仙王一直要送奉路給他嗎 他都沒有接受 沒有接受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要離去 非我自也 所以住這麼久 不拿奉路 不是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不是這樣 我是希望快點走 那我如果住很久 然後他給我官位坐 我也接受當然是要拿奉路的 可是我的心意 是知道說無功不受路 他不可能說把執政給我 那我在這裡也沒有多大的作用 我寧可去做學問 去教學生去 所以不是說做官不拿奉路 那我們從這一段 我們可以看得出說 這個聖人的心機是這樣 真的不是為了名位 也不是為了錢財 不是像現在很多作學問 是為了出名而已 還是說為了賺更多的錢 都沒有